全球四大城市时装周的第三站 米兰时装周这个礼拜三 由意大利两大知名品牌 Gucci和Frankie Morello揭开序幕 一块去看看 灯光一亮映入眼帘的是 Gucci一身静装的模特 粉蓝紧身皮衣裤 配上烟草色系衬衫皮肩 结合俐落时尚鱼衣身 紧身皮裤还可以搭配极西风衣 无论颜色深浅 或者有个包包在手 都是时尚穿搭 加上防风镜更是帅气加分 无袖皮革连身裙 恰到好处在膝盖之上 与高筒皮靴形成了完美组合 加上长版外套与包包上手 就能走出室外里外皆宜 Frankie Morello带来一系列女装连身裙 上半身是优雅的黑白素色薄纱 展现气质的秋冬剪影 下半身配上拉拉队风格的百折裙 情感来自于电影《死亡日记》中的少女 作品中分层无处不在 无论是连衣裙的横向分层 还是百折裙的纵向分层 在单纯的素色之中 带来层次变化 配上极要的长项链 可以让身材显得更加修长 米兰时装周将一直持续到2月23日 新唐野孩电视蔡培军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